9月8日,据网友爆料,称在夏洛特烦恼中饰演马东梅打岔邻剧的长大爷去世 随后,演员玛丽转发该爆料微博,并发文悼念,大爷一路走好 据悉,大爷本名叫常世奎,是干井子区523厂退休公认 当时听说有电影在那里开拍,就过去看看 恰逢导演临时要加夏洛问路那场戏 看到了大爷,于是一问,大爷马上很爽快答应了 结果只拍了几遍就过了 导演也对大爷点赞说,他演得很好 网友们也纷纷留言悼念,老爷子成就了一段经典 走好,永远不会忘记他短短几句话带给我们的欢乐 一路走好,大爷一路走好,感谢您带给我们的这些快乐 非凡娱乐,时时报道